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仍然保持3-5% 即使說買50萬屋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不重要 最重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712-9092 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聽《幻看今早》 《風雲人物》第四片 今次我要介紹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基斯杜伐利夫 他是荷里活一個演員 但他已過世了 只要我講出他做過一個角色 我想大家沒理由不認識他 他做過的角色就是超人 Superman 他的厲害就是超人就等於他 他就等於超人 嚴格來說就是他就是超人 超人就是他 大家會覺得他走了 他究竟有什麼風雲呢 他的影響都很厲害 包括他的演藝事業 以及他的人生都影響了很多人 我們先講一下他出名的名著 超人是什麼 超人當然是一個DC漫畫裡 一個英雄人物 去求的 他的星球叫Krypton 當時快要爆炸 他父母在爆炸之前 放在他在太空船上 送他出去 去了地球 跌到美國的Kansas 一個地方叫Smallville 當時有一個農場主 兩夫婦 發現了他 收養了他 地球的名字叫Klaug Ken 他長大之後 去了大都會 他有沒有Trapodos 那一家叫星球日報 日報日報日報 做記者 他很正義 每當有很多危險的時候 他會有藍色的衣服 紅色內褲 飛出來 他的能力很厲害 又可以看透 又有超級聽覺 又有飛 又飛得很快 又可以形成颱風 又大力 又有超級力量 又有高智慧 總之 他想得到的事 他都做得到 除了 他有一個 蝸蝸蝸蝸 他會怕 這塊石 之外 會令他虛弱 沒有人力之外 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缺點 這就是超人的英雄人物的背景 我這次不是說超人 主要是說他 為何他這麼豐盡人物 他是學理會演員 如果他的演出作品 可算是不多 出名的更加寥寥可數 超人 就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 當然他還有一套電影 也不錯的 叫《時光倒流70年》 但是很奇怪 這套電影 在外國上演 就不算很收得 又不算很賣座 但反而在東南亞這一邊 甚至在香港 都很多人喜歡看的 尤其是香港的碧麗宮 大家知道 在香港來的碧麗宮戲劍 在哪裏 經常重播的 我剛才說 他在東南亞地方 他這套片 可以比美暖世佳一日 還有上映的次數 反體的次數 是首居其位的 他做超人的角色 我看到是DC的漫畫事業 最成功的例子 最成功的是 他做了四集 超人做了四集 而且他做的角色 都是賣座的 沒有人不喜歡看這個超人 也開創了 他們DC漫畫電影的 一個新的歷程 開創了這個仙河 但是 為什麼用彈器呢 DC漫畫這個超人 可以這麼說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真是這句話應驗 之前也有人做過 但是當然不夠他 基斯道法里夫做得好 後無來者真是後無來者 後期的人基本上 可以說做一套 仆一套 有些都是修得的 因為變相了 基本上配合了很多東西 例如特技 故事 或者看故事性 都不同了 但是 都不長久 目前為止 除了在電影裏拍 超人拍得最多集數 算是他 真是後無來者 基本上沒什麼人可以超越他 甚至人們可以這樣說 他本身就是超人漫畫 彈生出來的 畫出來的漫畫 那個character 基本上跟他差不多一樣 有時候你看到漫畫 看到他 基本上覺得他跟他一模一樣 怎麼會這麼像 這麼正 這個真是天意 可以說是成功的 最主要因素 他本身真是又夠大隻又高 變相了整個造型 沒有人會覺得他做得不好 全世界的人都代表這個角色 也好當然好 正如我所說的 後無來者 即是DC電影影業 做超人電影 後期真是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真的拍不到 超越不到 很多時候的評論都會跟他做比較 按照他來說 大家都說 為什麼要比較 他做完一套就不要緊 但是 超級英雄電影 始終有一個位置就是 當有一個人做得很好的時候 你要去取代他 或者做得他更好的時候 除了特技或者故事性之外 你的選角都很重要 他現在基本上 我們可以說 他後無來者 真的沒有人可以 這麼多年都沒有人可以 隨便他去 你看看他從700年到現在 都30多 40年 都30年 是沒有一個演員 可以超越他 你想想他 他都已經走了 但是還是有人拿來比較 都還是沒有辦法 有人可以超越他 所以他一度就已經處於頂峰 他超人這個角色 所以說他是超人 真的不可以說說謊 因為他想要成名這個角色 基本上全世界沒有人不知道 他本身的演藝事業 超人大被他明成離走 但是他後半生都 非常可憐 因為他在一次的 把術比賽發生了意外 脊椎嚴重受傷 全身癱瘓 他的事業就無難 他後期都投身於公益 去致力於推動幹細胞的研究 以及經常到巡迴演講 他的演講是很發動人心 他基本上全新坦汶還要靠呼吸器去輔助 他還要四位去演講去鼓勵別人 這不是一個患了全新坦汶的人可以做到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還要有心去鼓勵別人和做慈善 真的很難 我所說的全新坦汶是真的不能動的 如果大家有見過他的節目訪問 他基本上真的不能動 他真的除了嘴巴之外 靠呼吸器說話 他沒有了 但他依然有十幾年都出去做很多公益 鼓勵很多人 不要放棄 所以後來人們都說 他超人給他這個名譽 不單只是這個角色 他真人真是一個超人 你想想多辛苦 你要做這樣的身軀、這樣的病 還在四位宣傳、跟人聊天 你不是超人 你真是沒辦法可以想像 當然不是說他很大力 四位宣傳 是以一個這麼殘疾的身軀 還可以投身公益事務 還可以感動那麼多人 幫到那麼多人 超人 基本上已經是超乎上人了 他這個名譽給他 應該是不過了 所以超人不只是他生命中演藝的超人 他真實的人生 人們都會覺得他真是一個超人 後期裏面有一個電影 他曾經客串在一個超人戰線裏面 導演也寫了他紀念 他給我們相信人是可以飛翔的 只要你有這個心 你肯繼續努力 你不要怕困難 我們是可以飛的 可以大家繼續收聽 環行今早第四篇 基斯杜法利夫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 是的 在你的計算裏面 你做封數實數 你覺得我們接下來的疫情 什麼時候會有好多轉機 其實在年初我都做過一本測 轉機大概在改變的時候 開始會比較有好轉 其實是一個未知之數 因為我們在這裡等待證據 有沒有一樣 然後我現在在新種上看到 最快應該都是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明年一月 如果我們是屬於今年之內的事 因為我們未過現成 總之是一年再 我們都想呼籲觀眾 給外線引來 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做什麼 要什麼時候計算多少 我們今次想和黃師傅 是勸大家 呼籲大家 這些要求大家 為此 其實我們不是長期大考察 不是去報告習慣 現在是去報告習慣 都沒有辦法 暫時可以忍耐一下 大家同心可能做得好 至少我們未必須去扭業 可能分了下距離 已經開始可以發聲 是的 因為一切靈命所 都是同心貼力 我們一起做好自己要做的防線 要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這個疫情可能很快就會過 我希望大家在觀眾前面 我們會邀請大家做好的節目 給大家欣賞 還有 最重要是說一句 大家要合作一些所有的規條 戴口罩 洗手 洗手 保持社交生活 盡量在這個疫情裡面 大家安守著所有健康的守則 大家同心抗疫 就一定會有好的成果 是的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 仍然是保持3-5% 即使買50萬屋 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 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 不要緊 最重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 可以安心去看屋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 歡迎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 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712-9092